大家好,我是Cincia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咖啡味的面包 马来西亚叫Papa Roti 或者叫Roti Boy 墨西哥也有一款相同的咖啡味的面包 我们先来准备做酥皮的配料 用现磨的咖啡豆准备一杯浓缩咖啡 也可以用酥溶咖啡代替 先把咖啡从研磨机里取出来 现在平时主要用胶囊咖啡机 这一款已经好久没用了 咖啡要装满以后压实 这样煮出来的咖啡才会特别的浓 我的这款是宜家的经典摩卡糊 它是利用水蒸汽的压力 让开水穿过咖啡粉 萃取到浓缩的咖啡 我们取15克咖啡备用 再准备60克黄油 一个鸡蛋 70克低筋面粉 50克白糖 使温软化好的黄油和白糖混合均匀 我选择用打蛋器 这样更加容易 搅匀之后放入鸡蛋 我是一整个鸡蛋直接放在里面的 一个鸡蛋的重量大概在50克左右 然后混合均匀 我们再来倒入浓缩咖啡 我的咖啡可能太热了 这一步出现了水油分离的状态 看一下这就是水油分离了 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完了 今天又要翻车了 然后我想了一个不救的办法 我把盆整个放在了炉子上加热 然后就得到了现在的混合液体 我们来筛入准备好的低筋面粉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装入裱花袋备用 为了给你们展示正确的效果 我又做了一遍 黄油室温软化 然后喝糖混合均匀 把黄油打发到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一次我是提前把鸡蛋液打好 然后分三次加入的 这样能降低黄油的温度 而且鸡蛋我也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一点一点加进去 可以避免黄油升温太快 一定要等到蛋液和黄油充分混合均匀了 然后再加下一次 三次鸡蛋加进去之后 黄油的状态依然稳定 就说明这一步我们基本成功了 当然不能开心的太早 最后加入15克的咖啡 每次加完咖啡之后 黄油都会出现水油分离的状态 因为我的咖啡是室温的 所以我觉得下次我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 之前一次水油分离 我是把它加热融化了 这一次我决定把它放到冰箱冷藏 冷藏完之后效果确实好很多 然后我们把黄油咖啡壶打至顺滑 就可以加入面粉了 低筋面粉过筛 然后用翻拌的手法把它拌匀 这样可以避免搅拌出筋性 如果里面有面疙瘩 用刮板搓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面糊很好翻拌 这个面糊和加热之后的面糊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状态 我还是觉得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基本上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来装入表花袋 找一个高一点的杯子 表花袋套在杯子上 这样好操作 然后把面浆全部装入表花袋 用刮板把空气挤干净 然后把尾部系紧 再用一个封口夹夹上 表花袋的前面搅个小口 然后我们来把室温软化好的黄油 切成小块 每块大概两至三克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面包的馅料 把面包胚用手稍微压一下 然后把黄油放在中间 我们用包包子的手法 把黄油馅包在中间 然后用手揉圆 做好之后放在烤盘上 二次醒发 面团明显变成一倍大 我们就可以开始挤酥皮了 把酥皮的面浆像这样画螺旋形 一圈一圈的挤在面包上 慢慢的挤不要着挤 即便挤不好也没有关系 因为最后放到烤箱里 它是会融化的 融化之后就是一层黄油咖啡糊 覆盖在面包的表皮上 我是两款面糊各挤了一次 这款是第二次打发好的面糊 颜色比另一款浅一点 这是挤好的样子 看上去特别治愈 很像毛线团面包 我觉得我家Leo肯定会喜欢的 这一盘是第一次翻车的面浆做的面包 其实看上去感觉也差不多 只是颜色略深而已 放进烤箱180度20分钟 黄油融化以后 酥皮面浆把面包薄薄地包裹起来 出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像毛一般 但是味道实在是惊艳 打开烤箱的那一刻 屋里就弥漫了咖啡和黄油的香味 我是爱养花 爱种菜 爱做美食的Cincia 我们下次见咯